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花了一块钱买了一个小冬瓜 今天就用了一个小冬瓜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冬瓜鸡蛋饼的做法 现象为美营养丰富 我们先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充气干净 再用刀切一下 今天就用了一小块就可以了 冬瓜的外皮比较硬 直接切下来不要 从中间一分为二 利用勺子把里面的瓜篮给它挖出来 去掉瓜篮以后再从中间给它切一刀 然后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以后收起来放在小碗里面 倒入一大碗滚烫的生水 浸泡一会儿 这样可以防止冬瓜氧化变黑 准备半个红椒 先从中间片开 先切丝 然后再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收到盘子里面备用 准备五毛钱的猪瘦肉 先切成薄薄的大片 然后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 收起来放在小碗中 去小菜园里面刨上几颗小葱 切成葱花 收起来放在盘子里面 准备几瓣大蒜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再剁几下剁成蒜末 切好以后收入盘中 这个时候我们的冬瓜已经泡好了 倒在漏网里面控掉水分 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垫面厂里倒入少许食用油 用一个小刷子给它涂抹均匀 把冬瓜片整齐地摆放在烤盘里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开小火 小碗里面打上三颗不笨的鸡蛋 在里面加入两颗食用盐 留个底腕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散 两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煎至五成熟的状态 把蛋液倒进去 盖上锅盖开地面成上盖 上下火烙至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我们的冬瓜小饼已经熟透了 关火以后这个冬瓜会慢慢回缩的 我们想办法给它取出来 锅子烧干以后 倒入八二年菜籽油 油温烧着冒清烟以后 加入落末炒香 炒至上色以后加入生抽 翻炒均匀加入蒜末 红椒丁 大火给它炒香 炒香以后加入清水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两勺食用盐 胡椒粉 大火烧开以后 加入淀粉水勾一下芡 用铲子搅拌到汤汁粘稠 然后加入一把小葱花 温火出锅 把炒好的料汁浇在冬瓜上面 冬瓜不要总是炖着吃或者是炒着吃了 可以来尝试一下这种新鲜的做法 方法简单味道独特 有菜有蛋有肉 营养丰富全民 吃起来鲜香味美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都是非常的好吃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哦 辛苦一下我的新月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